我们蓝营的大佬 就是名嘴大佬 赵仙 我觉得他在讲说 叫韩市长不要再睡懒觉 不要迟到 我觉得这句话 说实在话 他真的是在关心韩国瑜吗 他在侮辱他 我觉得因为明明现在这样讲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绿营 该怎么样子的酸下去 我相信这件事情 这就是提油交火的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赵大哥 你今天可以跟他说 你不应该睡懒觉 不应该迟到 那你怎么可以在选前的时候 去告诉人家说 我们觉得这次选举好扑错迷离 大家都觉得会赢 所以大家应该要怎么样 投给宋楚瑜 就是投给蔡英文 对 你是有集中选票 不过你集中选票 要对投蔡英文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如果结束了 你现在要给韩市长 一个好的建议 我觉得你应该 把他的层次提高一点 例如说今天高雄人 到底关心什么样的问题 你提出一些比较正确 而且正常的建议 而不是跟他说 像个教小孩一样 说你不要睡懒觉 不要迟到 这真的是关心吗 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 我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说在选后 你今天给韩市长这样的建议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所有 没有办法投下去 韩市长的人 今天对这件事情看起来 都觉得是个笑话 所以你现在又要回来 拥抱这些群众 然后告诉人家说 有 我有叫韩国瑜 不要迟到 不要睡懒觉 是这样吗 你应该现在要给 韩市长的建议 应该说 如果高雄人 现在真的在意的是 当时你开的这个证件 有没有兑现 如何处理高雄的负债 如何让高雄的经济变好 如何能够让 豁出去人进来 讲点正经的 你要讲这些东西 或者是去号召很多 可以帮他的人 把高雄弄好 让他避免于罢免 怎么有可能是 现在去告诉人家说 我有告诉他 叫他不要睡懒觉 不要迟到 这个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来热爱的啊 这根本就是包藏祸心 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是明天投票的话 我想他是很有机会被罢免 所以其实时间是 稍微站在韩国瑜这边 因为他大概还有 四到五个月的时间 可以去证明他有改变 那当然你说 到底要怎么改变 是不是只要这个 像赵少康所讲的 就是早起 然后不要迟到 就可以改变 其实赵少康讲 那是绝对不对 不够的 因为选民要选的 又不是一个准时 准时专家 好像小学生一样 每天都准时上课 选民要看到的是 你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之后 真正交出来的三个字 成绩单 那五个月要弄什么 试证成绩单 其实不是很容易有大建设 但是我有几个具体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 他的用人 他的市府局处首长 至少要先找齐 而且不要再找什么 王浅秋 潘恩勋那种人 也不要再找什么呢 他的维多利亚的 什么闺蜜的儿子的什么 然后什么招待所老板 那些都不要再找 他的市府局处首长 从上任到现在 没有一天到齐过的 我们现在大家在看嘛 你什么时候哪一天 你真的全员到齐 至少议会开议前 你要到齐啊 你议会开议前 人可以找齐 我想高雄市民 就会给他先第一个 肯定了说 至少有改过嘛 这是他的用人 第二个他的为人 其实才是这次 他选战最大的问题嘛 这次他的选战当中 从头到尾 伤他最深的 就是他的诚信 政界没做到 这就是诚信问题 还有呢 对于钱的事情 交代不清楚 这也是诚信问题 然后还有他的两岸立场 翻来覆去 这也是诚信问题 伤最重的 高雄市长落跑 这也是诚信问题啊 所以你看他这几天讲说 发脸书说 选举补助款 我一毛都不会拿 如果有拿的话 我也会再捐出去 你看他又留了个尾巴了 对不对 然后他又说 我目前没有规划 参选国民党主席 你有没有听起来很耳熟 他2019年的3月11号 就讲嘛 在黄光琴专访的时候 参选2020 不在我的规划之中 他就讲那句吗 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大家看到了 他就在参选2020 所以在他诚信破产的现状之下 他讲什么东西 不会有人相信 必须要证明嘛 所以包括选取补助款 你要怎么样让大家相信 一毛都不会拿 你要怎么让大家相信 你捐出去 你先把你高雄市长 选的时候拿的补助款 捐出去的明细 给大家看看嘛 你先去把你之前 讲过的事情 把它做到嘛 否则的话 你要大概空投支票 一张接着一张开 然后你说 大家不要罢免我 这个很难啦 那另外第三个 对他来说 最致命也是最关键的 下个会期 高雄市议会开议的时候 他背询的表现 现在他在议会里面 他最重的就是三个字 韩总基 他还从韩总变成韩总基 就是因为在议会的时候 他答不出来 得到别人回答嘛 所以议会可能大约 四月多的时候开始 他现在还有整个 二月三月的时间 没有公开行程的时候 不要在家里面睡觉 没有公开行程的时候 应该要研读市政的资料 因为他至少到时候 被问到问题 他要至少讲个大方向 讲完之后 才能转总基 对 有细节才能 你不要说一开始 你这个问题 我请这个交通局 不对 你要先讲方向之后 你要说细节部分 我们请局长来回答 这个才会加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